美國總統大選倒數 除了僑胞 不少臺灣人也在關注這次的選戰 臺灣智庫策略長王毅川於11月2日現身洛杉磯 談到無論這次美國總統由誰當選 臺美關係穩固不變 臺灣跟美國 中國跟美國 當然新的美國總統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即使是哈里斯當選 他可能跟原來的拜登政府做法上也許都會有一些差異 那即使是川普在經過幾年之後 他也許對國際的經濟 政治的局勢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是覺得臺灣只要維持跟民主國家 民主陣營在同一條陣線 那臺灣跟美國都會維持一個很好的關係 他也發現美台兩地的選民在投票時的考量 其實不盡相同 最主要是因為臺灣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美國人選總統考慮的題目 哇 五八八 那臺灣人可能就為了國家認同就決定投給他了 美國的政治不管民主黨共和黨 或者是完全不管這些政黨的 大家關心的基本上是自己周遭的問題 那也有一些是價值觀念的問題 但是很少提到國家認同 對於國台辦以川普選前言論製造疑美論 他認為不必藉機大作文章 川普或者是哈里斯他們在選舉期間的談話 都有他們要訴求的選民嘛 他們講這句話背後的這個意義 我想都不會影響臺美關係 那中國也不用過度解讀 王毅川這次借大洛杉磯臺灣會館 26週年募款年會 向海外鄉親分享臺灣民主政治的挑戰 同時為會館的重建項目募款 那他可能不只是鄉親聯誼的場所 那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外交部 林佳龍部長 倡議的綜合外交 大家都是外交官 到處都是大使館 希望這個臺灣會館能夠成為 臺灣在國際外交上 很重要的一個場域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曰熙、王滋毅 洛杉磯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